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个语义标签 叫做链接 那么链接我们又把它有些时候 经常就说成A标签 所以说以后我们说A标签 你就要把它想象成是一种链接 那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子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样子 在百度中你看 我们鼠标点上去过后一个小手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让这个内容 去链接到另外一个内容上 对吧 然后同时你看我们的像在腾讯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很多的链接 都把鼠标从原来的位置 变成了什么手的一个形式 这种都叫链接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不对啊 你看这个链接 你看下面有个下滑线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实际上是个白色的 而且我点上去过后 还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变化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装修的一个风格 但是不管怎么装修 它的本质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它仍然是一个什么 仍然是个链接 就可以链到另外一个网站上 你看我点完之后 你看它是不是会 会打开另外一个网页 对吧 好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我们的官方手册上 对A是如何定义的呢 好 那么A它是什么呢 它可以我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是定义一个超链接 从一张页面链接到另外一个页面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种 然后另外一个概念 它还有一种叫什么 叫锚点 这个锚点 其实在我们的最简单描述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列表 来找到这个A 你可以看到 A它是定义锚 这个锚是什么回事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A标签当做什么链接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什么锚点的功能 所以说对于A标签 我们要学习两个部分 一个是如何练到别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是如何去 什么 去把它锚到一个位置上 这个锚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标记 我把标到一个位置上 然后我就可以跳过去的一个概念 好 下面我们还是用A的方式 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 比如说你看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比较熟悉的百度 还是一样 你看我点右键 然后点击检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是个A标签 对不对 A标签中同样 你看A标签是个双标签 对不对 它是把我们的一个语意 变成一个什么 能具备链接能力的 那种小手的功能 对不对 好 那么A标签中要包裹一个什么 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显示在网页上的 而A标签里面做的什么 比如你看这个地方 很显然什么 糯米.com 是不是 这就说明我们点进去过后 糯米.com 怎么在这个地方来进入的 对不对 好 其他的还有一些选项 这些地方 我们后面慢慢来看 所以A标签中 我们先看 A标签中的最主要的属性是什么 A标签中 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属性 你看咱们看这个例子都知道 就是HREF HREF在我们之前的学习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地方会用到 还记得吗 是什么 Link 对吧 那么但是这个Link一定要注意 这个Link是什么 不显示出来的 它是在我们Herd里头进行什么 进行一些样式定义 或者是链接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图标 对不对 但是它不会在我们屏幕上显示出 这个什么小手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A 一个是A 一个是Link 都有一种什么 找对方 找外面一个什么 资源的一个能力 但是这两个 我们要把它区别开来 好 那么A标签中 其实也是有很多 HMR已经不支持的东西 我们可以就不看了 我们主要去关注 有这么一个选项就够了 其他的选项 然后还有一个选项是Target 这个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演示 下面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来看一下 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这个标题6的后面 我们来写一些内容 我们看一下 那么A标签怎么写呢 还是一样 我敲一个A 过后我直接敲Table 你看它自动的 也会把一个最关键的属性 把我们列进去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链接的位置 写哪 其实一般来说 你就写 可以写什么 可以写 直接写我们什么 http 冒号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什么 网址 也就是说你在平时上网的时候 你看点一下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 它有隐藏了一个什么 http冒号 然后两个反斜线 然后后面你把这个什么 这个网址给它什么 选中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 我想让我们这个地方 去点一下过后 能练到什么 能练到比如说百度的手艺 那我怎么做呢 我是不是只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地址 你看这个地址 然后我就原封不动的 把它复制到这儿来 对不对 好 一回车 然后进入到什么 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写一个什么 点我 好 点我进百度 对吧 好 你看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我们看看现在页面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样 好 你看刷新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 标题6后面是不是点我进百度 对不对 好 那我点击一下过后 你看 你看是不是就进到百度里了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我原来的页面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一种形式 你看像我们的百度这个地方也是 你看我点糯米 对吧 你看它是不是就直接进入到一个百度糯米 这个地方来 对不对 好 但是你看我在点腾讯的这个网页 你看点新闻的时候 我点一下 你看它又会出现什么 一个新的窗口 对不对 那这个窗口 我们学习的话 如果我们要是自己能 以后自己学习的情况下 我们一样的也是 点我们的右键 我们去选中检查 我们看看它跟百度那个检查 有什么区别 好 你看在腾讯的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什么 target对不对 然后这个target你看百度有没有 百度的这个地方我们一样的 我们点右键检查一下 你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看是不是没有target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可以断定什么 原来是这个属性起的作用 那么这个属性我们还是用什么 还是用在我们的html标签中 我们看看这个target的属性是干什么的 你看是规定什么 在何处打开链接文档 那这说的也不是不明不白 也就是给了这几个值 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么其中我们比较常用的 主要是一个什么black 就是在一个空白页中在打开 然后还有一个在自己的当前页打开 所以说其实我们主要用这两个属性 其他属性用的不多 好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就如果说你实在记不住了 对吧 实在记不住了 你就把这个选项打开 你看看这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值的一个什么描述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还是一样 一葫芦花瓢 我们来仿造一下 我们只需要在什么 在这个地方 你看记住 一定不要写到这个尖括号外面了 一定要在尖括号里面写我们的属性 对不对 写什么呢 target 你输一个ta 其实都已经会有提示 对不对 然后你看提示很明朗 对吧 就四个属性中我们选一个 然后如果这个单词记不住 你也不用记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有印象 这个单词长什么样 对不对 blank 然后下面我们来实验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重新的刷新 记住一定要重新刷新 不重新刷新的话 那么它就会认为你什么的 认为你还已经的吗 还是原来的页面 好 点击 点我近百度 你看 是不是就弹出一个新窗口 对不对 所以这是A标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功能 就是通过两个属性 一个是我们的什么 HREF 一个是什么呢 target 那么所以这两个属性 大家把它掌握到了 那么A标签其实就已经掌握了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很多页面中 你看像这个糯米 一个A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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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是吧 每一个标签都是一个A标签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去关心什么 这个地方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腾讯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看 那么这个你可以不管 这个先不着急管 因为这个以后 我在我们学装修的时候 装饰网页的时候 那么有专门的样式 来帮我们来改成这个样子 改成这个样子 好 有些时候你看我们点一下 你看 点完之后 这个什么反应都没有 对不对 你看腾讯 点完之后 你看 是不是有这些背景图片的感觉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跟我们样子有关 对不对 我们去HTML 我们只关注什么 语意就可以了 好